好 那么阅读旅行箱再度进驻饭店了 花莲市立图书馆相继在喜冰行旅以及蓝天立池饭店之后 14号是来到了沟仔尾邀请阿斯玛丽景大饭店 一起用好书来迎接旅客的到来 花莲市立图书馆阅读旅行箱带你去翱翔计划 相继在和喜冰行旅与蓝天立池饭店合作之后 14号是走进了沟仔尾洗手阿斯玛丽景大饭店 希望能用好书来迎接到访花莲的旅客 其实我们将我们图书馆跟我们饭店业者结合 那除了在观光的部分也希望说我们观光客来到我们饭店 可以直接借书也不用跑到图书馆 那在疫情的后疫情时代后这是我们第三间饭店 那也希望说来到我们花莲的观光客能够有很多的书籍可以阅读 配合阿斯玛原有的阅读空间 花莲市这次总共带来60本 主要以美食为主的热门书籍 让旅客们可以轻松借阅 其实这次可以跟花莲市工作一起合作 我觉得非常开心 来饭店的话除了休息或者是来吃饭以外 有时候最重要的是放松 以及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气息 那除了有一个这样的环境以外 有一个书去搭配 其实是可以放松的 也可以让心情更愉悦 花莲市立图书馆长陈怡林也表示 新办的阅览证除了可以到图书馆借阅书籍之外 也可以尽情阅读花莲市立图书馆的线上电子书 平台上更提供超过6万册的各式书籍 让民众想在哪里看书都可以 充实又方便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体验 阅读旅行家带你去翱翔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